现下活动也知道哲涵真的很全能 不光是在演戏方面 在运动方面都有着很不错的成绩 而且你也说你特别喜欢唱歌 对吧 那今天晚上大家粉丝也守候了那么长时间 要不再给大家谋取一些福利好不好 让你能不能现场无伴奏的来唱一首你喜欢的歌 如果你挑战成功 我们就可以为大家继续来解锁好物 OK 你想唱什么歌 我想唱一首 其实我在这里我想 不想唱以前的歌 我想唱一首我姓路专辑歌 还没有发的一首 哇大家有福了 是我非常喜欢那首歌 哇都还没有福的 而且歌词也是唐天老师写的 我就很喜欢 好耶 然后呢也是非常有意义 然后旋律也非常好 然后在这里唱几句给大家听一下 好的 喜耳恭敬 如果时空遮跌 接近后退 如果冬天的雪 翻会夏夜 跑去见你 乘路灯还未熄灭 告别最远 不过是明天再见 如果烟火你新手还未牵 如果你只爱笑 不动眼泪 时光温柔 反方向藏下结尾 我们两个 许着原料一整夜 好温柔哦 对 而且歌词写得非常好 你最喜欢哪句歌词 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 你看 就是 如果 怎么唱的时候会 如果时空折叠 接近后退 如果冬天的雪 返回夏夜 跑去见你 趁路灯还未熄灭 告别最远 不过是明天再见 哇 写太好了 就是人家写的词 怎么可以写得这么好 人家经历的很多 所以你在慢慢地 祭奠你的人生乐理 以后你真的可以像 说不像李宗盛那样 写出那种 让所有的人 就觉得不同的年代 听的都会产生共鸣的词 太太好了 嗯 对对对 嘿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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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Casey 都不会写